谢谢介绍 那我们也荣幸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见证 因为我是昨天刚回加拿大 所以可能还有点时差关系 但是我一定要回来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要做一个见证 另外一个是 今天是我跟我太太结婚的纪念日 所以谢谢 那我想上一次 我们在结婚纪念日 有这么多人的时候 大概在17年前 是我们结婚那一次 那之后呢 我们都没有经历那么多人的祝福 所以我想这也是神的一个恩典 那我想今天我们的一个见证呢 是关于我们的一个 前面一个关于买房子的故事 所以我想我也是 组内很多兄弟姐妹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我想在大概在一个月不到吧 两周三周之前吧 我们也到雷宏姐妹家 之前我们有谈到过买房子的事情 因为她也给了我们的一些分享经验 那之后呢 我们也有规划买房子 但是呢碰到一些阻力 那其中一个阻力呢 可能由我太太来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 第一个是贷款 那我们会分几个阶段来见证一下 因为就是 我们想在加拿大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就一直是一个心愿 但是来了五年 看到这个房价称称称往上涨 觉得离自己的梦想 就是渐行渐远 因为我们也不是说那种 就是草房的 也不是说这种 挟着巨款来的 是想平平安安在这里 就是有自己的家园 那这个梦想我就觉得 好像离我渐行渐 然后真的是到了雷宏姐妹家 然后她就是把她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包括当天也是见了 就是李辉夫妇 然后后来还是又见到了 就是李深安 反正就是兄弟姐妹 就一下子给了我们很多信心 发现就是如果我们诚心的 就是想要来祈祷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丝希望吧 那也是抱了这样的想法 就是也就是两三个礼拜的事情 我们就说 要不我们先去银行走一圈 然后前前后后就在一周当中 去跑了五家银行 那说实话真的是非常失望 因为作为就是在这边的 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新移民 然后就是我们的情况 就是我先生是有工作 但是我呢就是之前也辞掉 比较稳定的工作 就自己创业 自己做公司 那这样的状况对银行来说 并不算一个优质客户 就是都遭到拒绝 五大银行全部遭到拒绝 然后真的是非常幸会一人 那也是 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就是给了我们很多信心 说你们要祈祷 然后就是如果上帝觉得你们就是他会帮你们安排一切 那我就是在这个当中就不断地祈祷 就突然我们自己的银行就打电话给我说 你还可以按照新移民 因为新移民还有差两个月 就是还可以享受最后的政策 就突然之间就 这就一切变得很 很很方便的就可以带到款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很大的坎就是过掉了 然后第二步就是要走到 在这种大家就是疯狂的状况下 草房 草房很激烈的状况下 怎么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 能够就是我们祈祷能够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来 来就是得到一套自己能够去居住的房屋 那就是变成了第二个跨在面前的一个鸿沟 那接下来就我们先生来讲 还有一个很很神奇的这个故事 之后呢 因为我们之前也见过一些房子 那感觉好像不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那特别是看到一些开价在七十几万 但是最终会一百多万成交的那种房子 因为我们当时的贷款允许我们能够买到的房子的总金额 我们计算下来大概在八十五万 那在这个附近呢都很难找到 那我们唯一找到过一次呢 是在Cloverdale那边 有一个开价六十几万的房子 我们差点成交 但之后呢 那一天我们打算下offer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经济突然 因为我们的经济其实是雷红的经济 也没有见过面 就通过微信啊打电话联系 然后呢他突然之间打电话说 不要成交这个房子 因为那个房子好像有很多债务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有神能点 就是我们没有买这个房子 否则的话可能本金啊 那些那个你的定金都会付之一具 那之后呢我们有一次 我们兄弟也没知道我们买房子 那李慧夫妇他们就上门问了我们 然后祝福我们 然后呢做祈祷 然后给了我们分析和信心 他就觉得你们自己如果只是要自住的话 其实分析就是也不需要地下室 也不需要很大的房屋 那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但是在祈祷那天我记得印象很深 孙正言先生在这说 他祈祷完以后说 可能目前你们还没有找到理想的房子 但不要心急 应该会找到合适价格 合适地段的房子 我记得那天他走完以后呢 我就去电脑去查 有没有合适的房源 那次很巧 他那天晚上突然之间就出现一个 之前没有看到过的房源 就在这个附近 在Fritu这边 在我们住家很近的地方 那个房价它开是79万多 那我觉得离我们的心理价位比较近 但是我也觉得目前的价位 好像都要加十几万才会成交 而且特别巧呢 那个通常的Open House 都在礼拜天和礼拜六 但是那个Open House 它很奇怪 礼拜四 也就是说他们上门祈祷以后的第二天 好像就那个Open House 所以我跟我太太讲 我们明天去看 最神奇的就是那天晚上 我还做了个梦 做了梦呢 就是我梦见我跟我太太去看那个房子 然后重新去看那个房子 然后每个环节都很清晰地在脑海里边 然后之后呢 有一个小孩过来 但不是我儿子 他过来说 你们应该85万成交这个房子 是这样讲 讲完以后我就醒了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看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Open House 我们看下来其实也非常满意 但是我儿子呢 因为他觉得你们 他说这个房子 第一他讲现在市价比较贵 第二呢他讲这个房子 大概可能目前可能要卖到一百万 可能那个装修各方面 因为他是那个staging的 就是里边家具什么都帮你布置好的 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也会比较贵 因为按照目前的市价地段也不错 但是呢我们回去以后就跟我们的经济讲 我们就想下一个85万的offer 然后他回那个短期下微信回来 他讲可以 因为他讲附近好像也最近有成交房屋 88万他说85万还在合理的价位里面 那之后呢第二天好像看完以后是吧 邓荣跟那个小燕姐也上我们家来祈祷 我觉得大家都很关注我们这个新竹的一对夫妇 然后呢他帮我们祈祷也是希望能够公平地得到这个房屋 然后和合理的价格 然后能够抵御其他的一些买家 然后呢好像后面怎么样 因为之后我是要出差了 所以我连着要两周出差 然后我讲把这个众人就交给我太太 我觉得是真的是就是神的带领 因为第一次就是 李辉跟孙正言夫妇到这边来就跟我们说 因为那天我们真的很受打击 我们看中了房子 然后一下午我打了六个电话打过去 然后全部是以高出他开价二十几万卖掉 然后我一下子就崩溃了那种 我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 大家好像都在都好像钱不是钱那种感觉 就没有 然后他们过来他们就是心平气和的 然后给我们做祈祷就是我先生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说可能之前你们受到打击 可是这些其实不是属于你们的 属于你们的上帝还没安排你们静下心来看 然后他们一离开他就看到了 晚上还带我做梦去看 然后到了礼拜四也是 礼拜四下午就是有这个Open House 我们心冲冲看完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 邓荣跟小燕姐又过来来拜访 然后我们也是跟他们讲 有这样的事情下午看到还蛮中意的 可是看的人真的很多 好像又是那种要疯抢的样子 心里很不安 然后他们就 邓荣跟小燕姐都带着我们祈祷就说 重点就是如何排除其他的买家 然后让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一个价格 那我先生第二天就是 不是第二天 礼拜六 礼拜六就是一早就飞机飞回国内 但是礼拜六当天就是要下offer 我一下子就真的很紧张 我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大的事情 大事都是他办的 所以一下子我觉得压力很大 那我就不断想到 几位兄弟姐妹 包括邓荣教我的祈祷 就是我就不停地祈祷 就是一天 因为那天其实说好 晚上六点钟会给回复 卖家那边 可是拖到晚上十一点钟才给回复 我就当中不停地祈祷 说希望别的买家要理智一点 就是不要大家 不要大家就是这样想 然后真的没想到那么顺利 就是我心里想的就是 我开第一个开个八十三万一 然后第二次我会再愿意加 因为我先生真的很喜欢 我心里想我再多加一点也没有关系 加到八十六也可以 就是尽量就是让他回来 能够有一个好消息给他 然后没想到就是祈祷祈祷 结果据说是有五六个买家在抢 可是最后因为我们各方面条件 就是比较open 就是都没有来回 就是来 就是一次性这样价格 没有来回再来忽悠 因为我的就是经纪也说 他说就算你的开价比较高 可是有的时候卖家跟卖方的经纪 为了多赚一点钱 他会再怎么讲 就是再问一圈你要不要加 因为你不知道像按盘一样 你就一冲动又加 可是真的是我觉得卖家 也是上帝的保佑 就是他也是心比较平 没有说再来骗你一下 或者怎么样 他如果骗一下 我肯定两万块又骗给他 交给他了 因为真的是比较喜欢 所以就是说 其实 虽然是一个买房的分享 但是我就真的感觉到 是门受了很多恩赴的 因为之前 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总是心里很忐忑 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好 然后现在就是也是在兄弟姐妹的帮助下 邓容来了 在兄弟姐妹的帮助下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心里慢慢就是 慢慢有了信心 更多的时候 自己觉得信心不够 力量不够的时候 我就一方面借助兄弟姐妹的这个力量 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交给神 然后交给上帝来安排 我想他真的是 我们这样做事得到了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祝福 谢谢大家的时间 把一件家事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Steven 有 有 有